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浩浩的妈妈请到了现场 感谢欢迎妈妈 欢迎 欢迎 欢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我叫康贵勤 我是刘浩的妈妈 事实上我们看到 尽管在那个时间 有过非常绝望的瞬间 但是一路走来 我觉得妈妈你是 她的一个指路明灯啊 你始终带着非常乐观的 这种态度在生活着 带着浩浩一起 浩浩的音乐天赋 是不是就你最先发现的 从小我就发现 她有音乐细胞 她就喜欢音乐 三次左右 因为她看不见嘛 给她买的那个玩具 都是带声音的 有次我给她买一个玩具 电子琴 那个电子琴里头 尤其是我二哥 完了她就每天拿着听 每天拿着听 听着听着 有一天她就把她 原来听过的二哥 她就用这个玩具电子琴 就弹出来了 我说你听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听着这电子琴里 有这首歌呀 她说这我弹的 我说我咋不信 你再给我弹一遍 我听听 后来她真的又给我弹一遍 哎呀我知道 我儿子会弹琴 然后就有了希望 似的那种感觉 你们家庭的状况怎么样 富裕吗 我们原来是农村的 我们那地方特别穷 就是靠天吃饭 但经济不富裕就是个大麻烦啊 我们知道练琴是要花钱的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学钢琴又多少钱 我就觉得 看不见那孩子 我自己闭着眼试一下 就是真是寸不难醒 什么都干不了了 过来她用那个玩具电子琴 弹出音乐了以后 我就感觉 哎呀会不会找个老师学 如果学好了 也能是一个一种 就是谋生的一斗技了 也是一条路 老师好找吗 不好找 特别不好找 我也不懂音乐 那会儿说实在 都不知道什么叫钢琴 所以可见这个家庭 其实他们跟这个艺术 是不沾边的 一点都不沾边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不知道去哪找 我就想去琴行 琴行有卖琴的 肯定去老师买琴的 他们有认识老师 去了以后 琴行也给我老师的电话号 我也给他们打电话 一说盲童 他都说我教不了 那最后是找到了哪个老师 他一直在谈见的寻慕 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张阿姨 他说我们家临睡去了 因为是新小区 都不认识我们互相的 他说看谁弹这么好听 进屋里也看 这么小的孩子 他又看不见 弹这么好听 他说你怎么不给孩子 找个老师学校 我说找了 找好久了都找不着 他说我问我们那个孩子 我们孩子的老师 看看他能不能教 或者让他帮忙给找一个 那个老师说我要教声乐的 不教钢琴 完了我给你找一个 电子琴老师 老师姓什么 是指缝市亚马哈电子琴学校的一个 刘雨雪老师 刘雨雪 刘雨雪老师 完了他说你把孩子带过来吧 带过来我看看啥 看看能不能教 后来我就给他带去了 带去后来他那会儿 他就用玩具电子琴 已经弹好多手曲子了 就是说好日子呀 我根本不懂什么古典音乐 高琴曲 根本不懂 这什么贝多菲 摩扎特都不知道 他给电子琴老师弹了好几手 后来他说我试试吧 后来我就问这个学费怎么收 我想肯定就是 他看不见很难教 比正常孩子要贵一些 后来他说那我也没教过试试 我不收你学费 我们要谢谢 谢谢林校长 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陌生的爱 其实是在不经意当中 来到你身边的 你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期望 但是他突然就这么来了 然后我也知道 浩浩好像在学电子琴 两年之后就获奖了对吗 是 学了一段时间 他就来北京参加那个 什么比赛 中华情艺术风采 国际交流大赛那个金奖 好 好